观众朋友午安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环抱推播 自从去年底 ChatGPT风靡全球以来 大家对于AI可能抢夺人类饭丸的担忧 可以说是日益加剧了 都会担心说很多工作都会被取代 那的确我们可以看到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Google日前是正在测试 这个使用人工智慧技术 来生产新闻报道的产品 并且已经向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跟华尔街日报 母公司新闻集团的高纵 展示跟推销 这个号称是可以充做记者 好帮手的AI工具 这款产品现在是正式命名为 这个叫创世纪 我们一起来看看它能做些什么 像是它不仅可以接收资讯 也可以产生新闻内容 而且还可以充做新闻记者的私人助理 还可以协助引导出版业 远离生成式AI的陷阱 好那这一款AI生成 到底对于新闻业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其实Google的发言人就表态了 我们一起来看了 他就说现在公司正处在探索的最初阶段 而且这个工具不是被造出来取代 也无法取代记者在报导创作 跟核实稿件上的根本角色 但是他却可以提供 下标题的选项跟其他的写作风格 那另外像是纽约设立大学 新闻学教授也说话了 他就说这项新工具有潜在的优缺点 优点就是这个科技 可能可靠的传送真实资讯 那记者就该用 那如果说记者跟传媒在讲究 细微差别和需要文化理解的议题上 滥用的这一款工具 就会有损工具本身 以及滥用它的纯媒的可信度 好那这个工具到底会不会取代大家的工作呢 有什么工作未来有可能会被AI给取代呢 有另外一份统计就出炉了 我们带你一起来看 根据人类银行最新的真材资料库显示 目前AI相关的工作机会是已经超过了2.6万个 而且有将近六成是集中在了电子资讯 软体跟半导体业 还有两成的话呢 是来自一般的制造业 剩下一成是来自了批发零售跟直销业 我们就统计出了一个表格 接下来带观众朋友一起来看 首先我们来看到 企业对于AI人才的需求 分为用AI的工程研发相关 跟做AI的应用解决相关 当然这些工作都是相当炙手可热的 像是我们可以看到电子资讯 软体跟半导体的相关产业 最近的AI相关工作机会就破万了 来到了15353个 是占了整体产业比高达58.2% 那一般制造业的AI工作机会呢 是也有5171个 占比是16.9% 批发零售直销业呢 是有1540个职缺 那法律会计顾问研发跟设计 也是有破千个工作机会来到了1047个 所以人力银行也建议 如果你是上班族可以进收AI相关的技能 对于跳槽转职或是原职带含金量 都会有机会帮自己争取 至少一成以上的加薪幅度 那如果说你是商管社科 或者是温泉院的大学在校生 如果能熟完AI应用的产品 你要去了解背后的运作原理跟机制的话呢 更能接济这些产业的当红核心了 不过虽然说AI职缺目前这样看起来 好像还不少耶 到底会不会影响到民众的饭碗民众的工作呢 汇丰银行有一份最新报告 我们一起来看 这份报告呢 就指出在未来工作植物流失的 最大几个影响因素当中呢 AI技术的发展甚至是不在其中 怎么说呢 首先我们来看到根据2023年啊 全球经济的增速哦 它这个报告资料是显示说 预计只有四种宏观经济趋势 会导致民众的工作流失 其中最常见的因素就是经济成长放缓了 我们一起来看到2023年 全球经济的增速呢 是来到了2.1% 但是呢 是远远低于去年的3.1% 好那除了经济成长放缓 还有一些条件是会导致工作职务流失的 像是供应链短缺 企业成本上升 消费者生活成本上升 跟新冠病毒大流行后的持续影响 这四大因素才是主因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其中是没有AI科技发达这个选项的 不过分析师也说了 对于AI技术究竟是会增加 它还是减少就业机会 目前还很难说 也就是说整体来看 AI对于就业市场的影响并不一定是负面的 那以上就是这节的环抱推播 跟观众朋友做分享 观众朋友早安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环抱推播 现在是后疫情时代 大家有想好要去哪里旅游度假了吗 如果要出国文 你最想去哪里呢 我相信应该不少人跟我一样 日本都是首选吧 那的确日本热度就几个月以来 好像已经回复疫情以前的水准了 怎么说呢 我们带你一起来看到这份数据 日本政府观光局 昨天就公布出了一份最新统计 在今年6月 总共是有207万 也有3300名的访日外国客 那这到底有多少呢 其实是已经回复到2019年 也就是疫情前72%的水准了 也是从当初边境管制措施开始 时隔三年半再一次看到 单月突破200万人次入境的盛况 那我们如果以国家跟地区别来看 今年6月呢 是以南韩的入境55万人次居冠 后来就是我们台湾了 就是位居第二 总共是有39万人次旅日 美国的话呢 则是以23万人次名列第三 然而疫情前占整体访日外国客 大概三成的中国 在今年6月是只有21万人次 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中国政府 目前还是禁止旅行社 贩售赴日行程的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 疫情后的日本除了涌入不少的外国旅客 其实国旅的人次也是不少的 我们来看到日本朝日新闻的报导 就说了因为现在是夏季的观光季 所以日本国旅的观光客 也是增加了很多人气的观光圣地 已经涌现了人潮 所以就开始出现了所谓这个观光公海 也就是超线旅游的现象 像是去京都必去的警示厂商店街 最近就开始涌现不少人潮 所以日本当局为了防止这种踩踏的意外 就开始彻底要求民众要靠左行走了 另外像是京都要往南山的观光客 都会搭乘这个JR山英线 现在当地民众就开始表示说 因为观光客真的太多了 车厢根本就挤不上去 平常上班上课已经够累了 回家还要再等上好几班电车 所以也让当地民众是不断的抱怨 好那观光朋友如果今天是你 你去日本觉得最麻烦 最不方便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有一份最新的统计出炉了 游日的旅客票选 最不方便的十件事情 带你一起来看 首先第一名啊 竟然是这个免费WiFi 旅客就说毕竟出国在外 不论是找路或者是找资讯 最需要的就是网路了 不过日本除了机场和大城市里的主要车展之外呢 大部分的区域是 街头街道都是没有免费WiFi提供的 再来第二名就是呢 跟当地的店家是没有办法沟通这件事情哦 因为大部分的日本店员都只会日文 所以如果用英文沟通的话 可能会不太顺利 另外呢在预订餐厅的部分呢 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不会使用 全日语的网上预约的 所以呢都会用更多的时间来后卫 也会对旅客造成困扰 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名的话呢 就是路上指标刊板 缺乏多语言标示 还有公共交通系统复杂 相信有去过日本的观众朋友都知道 日本的地铁可以说是四通八搭 但是呢也就是意味着 出发前必须要花更多的时间 去做准备研究路线了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呢 下一张图卡呢 还有像是信用卡刷卡问题 多元支付还有找钱 麻烦也是这次票选出来的问题之一 我们找书 找钱麻烦为例好了 因为日本商店街收银机的500日元 通常存量都是会比较少的 所以当你遇到说要找500元硬币的情况的话呢 据说就是会让店员感觉到非常的困扰 也会非常的烦躁 所以通常都会直接找你五个100元硬币 最后啊就是这个火车各种优惠票券 好难懂 因为我们刚刚也说了 日本的铁路可以说是四通八达 所以也总是会有数不清的JR铁路周游券 跟交通票券 所以想要前往日本多日游的观众朋友 也得事先做好功课 帮自己省省荷包了 观众朋友午安 欢迎收看这节的环抱推播 应该很多人会因为结婚买房 但是现在的晚婚情况 也让房屋的首购年龄是越来越高了 根据于内政部的最新统计啊 现在台湾民众平均的出婚年龄是落在了31.7岁 其中男生是32.6岁 女生是30.7岁 都是创下了历年新高 同时啊这个房价是不断走扬 所以晚婚加上房价走扬 根据联征中心的购屋贷款统计呢 十年来首购的年纪也变大了 我们接下来带观众朋友一起来看 今年第一季购屋申请贷款最多的是谁呢 我们来看到这一今年啊 申请贷款最多的就是 40到45岁这个族群 总共是有7314件 那购置的总价平均是落在了1271万元的房子 那再来呢 则是35到40岁的民众 总共有7245件是购买1204万元的房子 30到35岁的则有6479件 购买总价大概是1147万元的房子 但是我们把时间倒回到10年前 也就是2013年看一看哦 第一季申请房贷的数量最多的就是30到35岁这个族群 总共是有9000多件哦 那当初的购买总价是只要729万元 再来是35到40岁购买769万元的房子 40到45岁则是购买价值877万元的房屋 我们比较下来会发现现在跟10年前相比 这个房子的总价是整整多出了400万元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光是多出这个400万 首购可能就要多准备80万的自备款 一般家庭可能就要存好几年 还要搭配30年期的房贷来减压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产生呢 其实房仲就分析说 因为现在房价一路在上涨 也会导致民众买房子要多些时间存钱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购乌的动机跟需求 什么时候发生而刚性需求最常见的 就是因为新婚需要买房子自住 所以才造成说现在首购买屋的年纪是越来越晚了 好那除了说晚婚的原因 还有另外一份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端倪 根据日前发布的房市新学术指标 台湾房屋市场景气灯号预测 今年第二季的灯号是亮出了黄蓝灯 逐渐是脱离了景气低迷的状况 那这份数据其实也是针对整体环境 生产交易和经济四大面向 总共是17个指标来做统整 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到 2020年第一季开始的这个曲线图 其实整体的房市一路以来可以说是逐渐的走扬 那冲破高点一直到2021年第三季 也是疫情后三级警戒的时候 才好不容易回落 那随着起起伏伏过了这两年 到了今年第二季是亮出了这个黄蓝灯号 脱离景气低迷 第三第四季则是亮出代表景气稳定的绿灯 显示说后续的这个房市发展 有感亮缩温和价盘 也代表说接下来会一季会比一季好 但是接下来不是还有打炒房要上路了吗 这样房价还会在走稳吗 其实业者也分析说 反过来讲对于申报租金收入的房东条例 加上房屋税跟松绑换屋贷款 还有青年贷款这些利多 预计下半年房市的量是不容易放大的 那将会呈现一个量缩架盘的一个局面 那房市也会逐渐的转向这个城屋市场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环报推播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